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柴火鸡 这个月好趴啊 一定要把芋头咬开 然后加点汤汁 这个我觉得大锅炖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有锅器 而且它里面什么菜都有 四季豆 还有鸡肉 还有土豆 哇 这个土豆是一滚头 这个小土豆的口感是那种跑山土豆 滚山的那种 对 高山洋芋 然后还有这个 芋头 芋头是那种小小颗的 你看 我有这种小的 小的感觉特别调皮 哇 这个味道 它们这一盘的味道就感觉很浓渣 有那种外婆家的那种感觉 我好喜欢吃这个四季豆 它很嫩 我以为它这种质地 看起来有点老老的 这种根筋粘到一起 但它很嫩 就是你可能无法想象 一下去它就直接断开的那种 再起果趴越了 这还有太入味了 我跟你讲 它这个用的那种料 就有一点像红烧排骨的料 哇 鸡拐子 鸡拐子也真的好软 你吃鸡拐子就知道它炖的有多软 这鸡拐子它筋都可以拔下来 就是感觉有点像高压锅炖的 但是它其实就是用大鸡锅炖的 但是它其实就是用大鸡锅炖的 这一盆承包我整个味蕾的就是 这个四肢豆 老板 可以把这些肉全部换成四肢豆吗 我再吃一下这个大蒜鲜鱼 我喜欢吃鲜鱼 它的肉很嫩 而且刺激很少 这个鲜鱼它的味道很像外面的水煮鱼的味道 但是比水煮鱼更有家常的感觉 因为它是大蒜鲜鱼 所以它蒜香味超级的浓郁 我觉得鲜鱼一定要烧肉味 因为它的肉比较嫩然后又比较糖 所以你一定要烧肉味的时候 吃起来又有那种麻辣的 麻辣咸香的味道 又有那种糖糖的 哇 这个鱼肉 胶原蛋白up 它这个鱼里面有二斤鱼和大蒜 所以它的那个辣椒的味道 就有一种鲜椒鱼的感觉 这个龙虾菜也太好吃了 我要吃一下这个锅边膜 就这个是在烧柴火鸡的时候 它贴到那个锅边面上一圈的那个 所以它沾满了柴火鸡的汤汁 还满入味的 放一个鱼土过来 它就是用老面搭的 特别有嚼劲 又有嚼劲又有空气感 看 它里面撒了半分的盐 好甜哦 吃点豆芽 看一下它这个豆芽好不好吃 它是黄豆芽 检验一下 是生的 肯定是老板想用这个鱼的热油淋上去 让它淋熟 可是他没发现 黄豆芽的生命力太强了 要煮 只有绿豆芽才能被淋熟 真的吃了 锅边膜 蘸得酱水 它这个笋子还挺嫩的 我发现它不仅锅里面大乱炖 它也炒的菜子大乱炖 看 有这个 鱿鱼 卤的鲜子 鲜子 鲜笋 还有呼噜 还有鸡 鱼 哇 上来还有折二根 天 这就是折二根 承包了这整个菜的鱼 鱼 把它番茄鸡蛋 偷一根 好 我觉得农家乐的饭菜 真的不要抱太大期望 因为就是会来玩的 它的味道的话 还是外面的饭管鱼子 再泡点汤 还是用五花肉汤 五花肉萝卜汤 萝卑 你看这个白菜是不是跟刚刚颜色不一样呢 我感觉 变黄了 让我尝一下 感觉不新鲜 别吃了这个 这个别吃了 我感觉它坏掉了 对 它一直刚刚在太阳底下晒了一下 我让老板尝尝一炒一份吧 好的 我先拿走了 好 饭足肉饱 我们应该去 大人抬肉 走 摘到三个皮吧 但是因为皮吧 它最近这个是第一批嘛 老板说它是第一批 因为是第一批 所以它有的是没熟的 我们就接了三个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继续吃樱桃吧 走 果然 自己摘的樱桃 又比刚刚我在店里面吃的樱桃好吃 劳动最光荣 所以五一快乐哟 你们也要记得劳动哟 没有没有熟 而且已经都16块钱了 我接一下 嗨 你也要记得劳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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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也要记得劳动